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棵广州最老的木棉树 据说现在已经三百多岁了 他亲眼目睹了广州起义的惨酷壮脸 也亲眼目睹了孙中山的百折不挠 如今他依然静静地站在此地 细细品味着现在这繁华盛世 中山纪念堂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八角形宫殿式建筑 选用了孙中山身前最喜爱的宝蓝色琉璃瓦作为主色调 纪念堂正面爆纱上下沿尖 挂着孙中山首书的天下围攻匾额 运意深刻 展览厅展示了孙中山各种生平事迹 我们由此可以感受到他投身革命 推翻地制的决心 同时也体会到他革命未成 已生死的无奈 展览的后半段 讲述了中山纪念堂的修建过程 向我们展示其中显为人知的艰辛 看了这么多关于孙中山的历史故事 我对孙中山的英雄形象有了更深的感悟 若你也想了解更多孙中山和纪念堂 不妨抽空来这里 近距离以他来个亲密接触吧 逛走广州 下期继续